我这边写青春永驻 就是说我们在 从出生以后我们就开始老了 但是我们要不老的话 就是要每一个阶段都要开始 我们要停久一点 不要太快老 那当然有很多 网路上很多资讯 有时候蛮复杂的 也不知道是可信不可信 所以今天我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对健康跟疾病 我个人的哲学或是看法 比如说我家里 这个powder room 有一瓶这个东西 你相信不相信 这个叫做rinkle remover 这个就是瓶子这样写 但是里面就是普通的洗手艺 OK 那要分享我对医学 或是对健康跟疾病的看法的话 就要从我受教育的背景开始 所以我不是说我要迈弄我的学历 只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个人经历 所以又培养出我对健康的看法 那我是在台湾上医学院 那到了最后一年的时候 就是intern intern我们就是要去各个科别去实习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内科方面 儿科外科副科 那我一开始接触病人的时候 发现说我不太喜欢疾病 也不喜欢生病的人 因为我们接触的病人 我们花很多的力气 想要把它医好 但是常常是不可能的 所以后来我就选妇产科 因为妇产科 然后我们看的都是健康的人 那我到美国的时候是去John Hopkins 当学生 那我是学公共卫生 那公共卫生又开展了我的视野 就是说我不是光看一个病 而是用一个比较宏观的方面 来看整个我们人的健康的问题 那退休以后 就在光颜色又接触到很多病人 各式各样的病人 更发现病人背后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光颜色最大的一个 我认为最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navigation 因为在美国的医疗系统非常复杂 要看个医生 也不知道去看哪一个医生 怎么样挂号 尤其刚来的话 要什么样的保险 比较核算 这个都是很难 但是我们光颜色提供的服务 就是帮忙我们怎么样 在这个美国的系统里面去找到我们的路 所以这就是我对美国医疗的整个系统的看法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当一个妇产科医生我们从还没有出生 我们就开始来注重他的健康 比如说我看一个想要怀孕的人 我们会讲到说是不是要吃一些维他命 铁剂 怎么样可以生男育女 或是生一个比较健康的宝宝 我们就很注重了 然后每一个年龄 我们也都有去关心他的健康 而不是说只注重在疾病 比如说说他开始来月经 避孕的问题 怀孕 怀孕的话都是健康来的 但是我们希望他的怀孕是健康 一直到一个健康宝宝 所以经过这一段一段各个阶段 我们最注重的还是健康 而不是疾病 那生完小孩子以后又有其他的问题 他们每年都会来看我一次 我有一些病人有的从台湾来 他们回台湾就会去做健康检查 所谓的年度健康检查 那有一个他做完健康检查回来 他就问我说我们还能够做什么事情 那我说我每年都跟你做健康检查 为什么你还去台湾还做健康检查 我们在美国我看我的病人 我们会做乳房的检查 乳房摄影 子宫颈抹片 我还是会问他说你体重没有增加 你家庭怎么样 你有没有做过大肠镜 你有没有这个疫苗没有打 所以就是等一个健康检查 只是不是说全部都在我的office里面做 而是一个咨询 所以妇产科就是我们是注重健康 而不是在看疾病 那我们注重的不但是他的生理 我们也注重他的心理 我会问说他们有没有运动 他们当然我们会从最简单的 生完小孩子腰酸背痛一直这样讲起 所以就是一个很广 英文叫holistic 就是说我们关心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 所以这就是我们妇产科对健康跟疾病的看法 那男生就不太一样了 男生是不是比较健康强健呢 其实不是啊 男生从来不会去看病了 你逼着他去看病他也不去 那等到他真正生病的时候就很糟糕了 比如说我们看这些男人 这些男人大概要等到他五十几岁 才心痛了 胃不好了 睡眠不好 才去看医生 医生就说你已经有脂肪肝了 你已经有糖尿病前期了 你已经快要有心脏病了 你的血压很高 所以这些男人的话 看病都看得太晚了 所以我们中国有讲一句话 其实已经晚了 那公共卫生的观念 就是我们最差劲的医生只会看病 好一点医生会医人 最好的医生的话 是有想到我们怎么样用社会的医疗资源去得到最后最好的效果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美国的医疗实在太贵了 那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人 那我们光颜色就是去照顾这些在这个制度里面没有被照顾到的人 所以我顺便一下就是跟大家介绍我们光颜色的使命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我们人所面对的几个最常见影响我们健康的几个大毛病 如果我们用死亡率来看的话 因为死亡率比较容易去分类 就给大家一个基本的观念 这个就是美国大概是疫情前死亡的百分比 最多最多最多的还是心脏病 美国心脏病很多 也是他致命的原因 第二个话就是cancer就是癌症 那这也是我们光颜色最拿手的 我们帮忙很多癌友去接受治疗 在治疗上除了疾病以外 心理或是其他社会上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很专门的 所以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分享 另外我们会讲到就是比如说中风啊 或是其他的慢性疾病 那这些慢性疾病其实很重要的一样就是三高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到 这个还是死因 比较大的死因 但是这一个资料是全世界WHO的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最顶最顶的这个是心脏血管的毛病 就是把心脏病把中风这些所有的毛病加在一起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我们健康的敌人 第二个就是cancer 第三个就是高血压跟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针对这几样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几样减少一点死亡率 或是大家把它延后个十年 我们大家就会多活十年 所以心脏血管的毛病还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是我们最需要去预防的一个大毛病 那心脏血管的原因有很多是一个我们生活习惯所累积下来的 有很多原因来造成我们心脏血管的毛病 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三高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第四个高 高龄 我放进来就是说 但是高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老的慢一点 比如说我去看我的医生 你七十二岁但是你的心脏还有六十五岁 只有六十五岁那我就会高兴一点 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够变年轻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变得老的慢一点 那这些心血管的疾病上面有很多是遗传 比如说父母有糖尿病有高血压 当然我们这些机会就大一点 还有一些这个危险因素是可以我们可以控制的 年纪跟父母我们都没得挑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不要吸烟 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过重 但是这个很难 我们可以选择运动的多一点 而不要天天坐在那边看电视 我们叫做couch potato couch potato另外意思就是淀粉类吃的很多 那看在那边看电视 久坐少动 这些都是心血管的起因之一 那我们也知道说长期的紧张 不能放松 常常烦恼 睡眠不足 睡不好 这些都能够造成我们心脏血管的毛病 比如说我们常常生气 烦恼 这个就是能够造成心脏病中风的这些毛病 那心脏血管的毛病有很多 我们都知道 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 我们是不是有采取行动去做一个改变 那我们现在就一样一样来讲说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 来改变我们的危险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延后我们心脏血管的问题 最主要还是血管异化 那血管异化 我们讲到三高 第一样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就是因为我们心脏把血打出来 打到我们头肾脏肌肉皮肤到处 但是我们血管硬的话 它要打出去的阻力就大 那为了要把这个血打到需要到的地方 它只有增加压力 那我们一般报告讲高血压的时候 有一个收缩压 有一个树脏压 有时候不太容易了解 是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血管是像一个水管一样 是硬的 但是我们如果去摸你的脉搏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血管 其实是一个橡皮管它会有磨洞 就是它会脏起来收下去 脏起来收下去 这个脏起来就是我们心脏把血打出去的压力 这个叫收缩压 那这个拨下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脏 放松的时候 那个叫做 松弛压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两个的压力都减低 但是最重要还是要保持我们血管 不要硬化 不只是压力而已 因为我们需要那个高压去达到生理的需要 所以压力会高 那我们吃要把它降下来 但是我们身体还是需要压力去达到目的 所以就不是那么容易去控制我们的血压 所以有一些观念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在治疗高血压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自然调节我们的血压 所以如果用的不对药的话 我们身体就硬要加更大的压力 所以它能打到末梢 那但是你压力越高的话 血管更容易硬化 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控制我们的血压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你的血管变成越硬 你血压就是要更高 那血压高就让血管更硬 容易硬化 所以就是变这个恶性循环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血管硬化 或以后的高血压的话 我们越早调整越好 那以前我们的标准血压是说 140 90以下 但是现在我们的标准是130 80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保持130 80的时候 他的预测他的年龄就是平均余年 或是他心脏血管的机会是比140 90要好很多 所以这个所谓越低越好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170 那你就可以活得更久 我的心脏科医生是想要把我的血压降到170 但是我如果降到170的时候 我站起来的时候会头晕 我做事情的话没有力气 所以我没有办法降那么低 所以虽然越低越好 但是说越低而能够保持你的功能的压力是最好 那如果你年纪蛮大了 你虽然150 100 但是如果你把它降得更低 它根本没办法发挥 不能走路不能功能 那我们只好就让它高一点 所以要用什么药 是要跟你的医生商量是非常重要 不是说只有哪一种药比较好 哪一个药越贵的是不是越好 那我是用很简单一个ABCDE 很简单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药来控制血压 要看他个人的情况而下药 那如果一个医生开给你的药 不能够把你的血压降下去 其实你就是要回去看 因为我们常在试不同样的药 让你能够保持你的功能 但是你的血压还是能够得到控制 那高血压有很多不同样的意见 比如说以前有人说 药是不是可以吃盐 不能吃盐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中间有降血压的药里面有一个是D 就是Dioretic就是利尿剂 利尿剂就可以降压 那所以少吃盐 当然我们的血压就会降低 但是光靠少吃盐的话 有没有帮忙呢 也许没有了 因为我们正常的饮食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买的东西都不是新鲜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面包 包括我们所有买的东西 除非它是新鲜的 只要有包装都是有加盐 因为盐是最好的防腐剂 所以如果我们照正常饮食的话 我们的盐都已经太高了 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会说有table salt 就是说我们在餐桌上 没有人在摆盐了 因为我们所吃的东西都太咸了 所以你现在减盐的话 你只是说我没有撒盐在我的食物上面 有没有帮忙 没有帮忙 因为已经太多了 所以这是有一些健康的观念 不见得有帮忙 虽然是对的 但是帮不上忙 那我们再来讲这个控制高血脂 那高血脂一般我们抽血的话 就会验total 就是全胆固醇 然后我们会验一个三酸钢油脂 有一个叫做低密度的LDL 那个就是坏的胆固醇 那会验一个高密度的胆固醇 这个是好的胆固醇 那还有一个就是very low 就是很低很低的 那个就是三酸钢油脂 那高血脂一般也可以讲说 你要注意饮食 那饮食什么意思 油的东西不要吃 海鲜的话胆固醇高不要吃 蛋不要吃 这个能不能吃蛋等一下再讲 那如果用饮食来治疗高血脂的话 鱼油有帮忙 一般我们医生都建议说 你真正要帮忙要4g 要吃4个很大的胶囊 才有效 因为就是因为有一些research 有一些研究 他们研究的人数不是那么多 所以如果吃两颗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在统计学上化身意义 所以他们我们一般就讲4g 所以这个高低没有 但是我们多吃鱼油还是有帮忙的 鱼油不是油吗 鱼油是油 那跟这些动物性的油 就是我们说猪油牛油什么不一样呢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 动物性的油牛油猪油 它叫做饱和脂肪酸 但是我们在鱼油或是一些植物性的油 比如说橄榄油啊这些 它就是没有那么饱和 就是多味饱和 Poly unsaturated fat 就是不饱和的话 它就是比较有抗氧化的作用 那纤维高纤是有好处 比如说我们都吃这个Omel 然后烟麦片 因为麦片你想想看它有一些纤维可以吸油 这就比较容易的 但是高血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血糖 因为我们吃糖 糖是我们的 运动的时候我们所有这些能量的来源 就像我们开汽车的时候所用的汽油 但是汽油里面我们就会受空气污染啊这些 因为一样我们吃的糖是比较干净的人缘 那所以糖不见得是坏事 但是太多的糖的话就会累积到我们的生理上 所以糖要病人它糖很多 那糖多的话就是储存 储存的话不是储存做糖 不然我们的人肉就是甜的啦 糖储存是改变做油脂肪 储存在我们的皮下 还有我们的肚子里面 所以太多糖的话也是造成高血脂的原因 那要治疗高血脂的话就是这个治疗高血脂 它部分只用我们只用一种药就是所有这些我们叫statins 它有它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哈 那所以就变成说高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话 我们是要用药物来控制 但是药物对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副作用 那这个statins的话 大家很多人都在吃的哈 但是在亚洲的话 大家好像因为肝不好比较怕 因为大家就说这个对肝不好 的确它对肝不好 但是只对一到两%的人的肝不好 大部分人吃这些statins的话对肝没有问题 所以一般我们在治疗用这个药的时候 都是每三个月要抽血一次 就是以免说它对肝有伤害 那如果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都没有伤害 再来会造成肝的毛病的机会就不大了 所以我们抽血的时候也都会抽这个肝功能 那三高我现在讲第三个高 今天我主要讲的就是三高的问题 其他的就是顺便讲的 那糖尿病 糖尿病是一个文明病 如果我们食物不够的时候 比如说台湾 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台湾在日据时代没有糖尿病 因为大家都吃不饱 那我想在大陆也是一样 文革这个大药境的时候 这一定没有糖尿病 因为不够吃的时候就没有糖尿病 那糖尿病最大的原因就是文明的关系 我们人应该是设计的很好不容易生病的 但是糖尿病是我们最常见的代谢的毛病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人已经会经营农业 所以我们现在吃的好穿的暖 我们的糖太多了 以前比如说几百年前 大概要99个人去种田 才能够养活整个社区 但是现在在美国不到10%的人去当农夫 就可以养活大家 所以这个太多的食物 我们就是身体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就有糖尿病的问题 那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我们吃的多 我们身体就需要用更多的insulin 就是来调整这个糖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无限制的制造insulin 所以我们的insulin就会减少 但是同样我们的组织泡在糖水里面太久的话 它就会抵抗糖进来 所以我们的组织就会对insulin 产生一个迟钝反应 我们叫insulin resistance 所以我们越胖的人就需要更多的insulin 来达成这个代谢的平衡 那所以这个平衡一旦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话 被打破 就会越来越胖 比如说我看起来不胖 但其实我是胖 如果看我小时候有多瘦 你就知道我现在有多胖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现在我们比老美真的是小很多 但是我们小时候是皮包骨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胖 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比起老美没有那么胖 就没有糖尿病的问题 那糖尿病最大的 对我们身体最大的伤害 就是对血管的伤害 有大血管的伤害 还有微血管的伤害 这跟那个胆固醇 比较容易积在大血管 但是糖尿病不但制造大血管的伤害 比如说血管硬化 有些人去检查这些血管都都已经有几十percent 已经主射了 但是糖尿病造成的还有微血管的变化 比如说糖尿病的人应该每年都去检查眼底 因为眼科医生可以看到我们眼睛里面最后面那个地方有一些血管 小血管 他可以看到那些小血管有没有硬化 有没有因为硬化而出血为出血 所以我们眼睛那个感光的部分 软片的部分如果出血的话 就会影响这个网膜玻璃 就会失去视觉 那糖尿病 不但是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的主要原因 也是因为糖尿病而微血管的变化 让肾坏掉 因为肾就是一个过滤血液把贵物排掉的 它就有很多很多微血管 就像我们汽车那个radiator 是有很多微血管做这个液体交换的地方 这些微血管也会硬化 所以肾这样会坏掉 美国第一样吃就是说眼睛瞎的原因 就是糖尿病 肾脏坏掉第一样的原因也是糖尿病 在美国当然在落后国家是肾炎或其他的 不过在美国这些都是糖尿病 第一原因都是糖尿病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脚趾头要被切掉 糖尿病 脂肪肝 糖尿病 肥胖 糖尿病 有一些皮肤的感染啊 黴菌啊 糖太多了 又有细菌就发霉了 所以这个黴菌感染也是糖尿病 所以我们糖尿病真的是很不好 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不但注重糖尿病 我们更注重糖尿病前期 就像我们刚才说血压是1490 我们现在要把标准降到1380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注意这个糖尿病前期 大家如果不想老就是要防止这个糖尿病前期 就是说我们用A1C来看的话 A1C就是我们在检查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血糖 三个月的平均值 所以大家多少会听到A1C 就是三个月的平均血糖 那到底这个A1C 有时候我们都不太了解什么叫A1C 所以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介绍给大家 那个A1C我们叫Hemoglobin Glycohemoglobin A1C 就是糖化的血 红血树 糖化的红血树 我们的红血球 大家都知道红血球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每一个红血球 差不多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循环100天 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红血球里面有多少糖 我们就知道在100天里面有多少 平均有多少糖 比如说这个红血球上面你就想说它上面滚了一些白糖 像Donut上面有一些白糖 有多少糖 就代表你100天里面有多你的平均的血糖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来测量 不然我们只是去刺一下子头量一下血糖 那可能是犯前可能是犯后 这个变化会很大 但是我们用这个A1C的话就可以量 差不多三个月100天的平均的血糖 用这样来定义糖尿病前期就比较容易 比如说A1C 从5.5到6.5 这就叫做前期 小于5.5是正常 高于6.5是糖尿病 所以我们现在要注重的是我们还没有进入糖尿病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注意来我们的饮食 所以我们会比较老的慢一点 那饮食的话 我们就要讲到饮食 饮食当然对我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除了运动以外 饮食跟运动两样 那所以刚才听我们的小编跟我们讲说我们 光颜色也提供这个饮食的课程 也就是希望大家多学一点 那能够执行 用我们的意志去执行 当然有好的观念就容易让我们做对的事情 而不会花虚空在一些没有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饮食最重要的三个大的东西 就是碳水、化合物、油脂跟蛋白质 那我们都是说你要吃低碳 那低碳就是说少吃面包、少吃饭 多一点纤维 不要吃dessert或甜点 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 很容易知道的事情 很难做的事情 所以不要吃饭 有时候就是很难嘛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碳水、化合物来做我们的能源 那比起油脂跟蛋白质的话 碳水、化合物还是比较干净的能源 就是说我们烧碳水、化合物就变成 变成二氧化碳跟水 但是你如果吃蛋白质 吃肉来做能源的话 会产生很多蛋、尿素的这些 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碳水、化合物 不能够说糖、化合物 我只吃肉 那个不会对健康有好处 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 但是它慢慢消化 不会一下子都冲到血管里面去 把血管涨得很高 那我们吃白糖 越白的糖的话 越白的食物就代表它的糖更精化 而不是像我们造米一样 比较黄一点 就是纤维比较多一点 那它吸收就慢一点 那越精的糖 它跑进我们血液的时间就更快 那糖尿病前期 甚至糖尿病没有什么症状 除了我们身体的器官坏了以后 但是本身高血糖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反而是低血糖有症状 所以在糖尿病前期的时候 最发生最多的症状是低血糖 那糖尿病前期为什么低血糖呢 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 因为很多人常常有糖尿病 而不愿意去承认就是这个问题 他说我的血糖都是低啊 为什么我是糖尿病 我就举一个例子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我早上就喝一杯咖啡 吃一个donut 那我的咖啡里面可能放奶精 如果是奶精粉 你要知道那个是fat 那加糖 然后吃一个donut 这是最标准的美国早餐吧 你看街上都是donut店 但是我们 像我这样 已经比较年纪中年以后 我吃同样的咖啡 donut 我可能我一个钟头以后 我的血糖可能会冲到200 但是第二个钟头第三个钟头就降下来 100 降到70 降到60 降到60 因为我的胰脏已经不能够排出足够的 insulin 胰岛素去控制这个我的血糖 等到他全部都好不容易挤出一些insulin的时候 我的血糖就从200掉到70 掉到60 那我就开始会发抖 所以糖尿病前期的时候 常常吃完饭两三个钟头 三四个钟头以后开始有一点抖 并且会一点紧张 那再过来的话有时候就会冒汗 甚至昏过去就是低血糖的 那低血糖呢正常的人他可以 控制你的血糖不会太高不会太低 但是糖尿病前期的时候 血糖会冲的太高 然后会掉的太低 这时候就有症状 那所以我们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让我们的血糖能够平缓 所以就是少吃一点 吃多一点 吃的东西让他吸收慢一点 要吸收慢一点 就是高纤维 比如说皂米 要让他慢一点的话 同时吃一些其他东西 就是平衡饮食 吃一点油脂 吃一点蛋白质 所以有时候我早餐现在都是煎一个蛋 就可以平衡到两片面包的碳水化合物 OK 不过这个饮食是蛮复杂的 不是说我光说我白的东西不吃 就不会有 但是我们在甜食里面糖果里面 我们的波霸奶茶里面都是糖 我们是需要非常注意 甚至水果也是很甜 所以有时候水果也许加一点 web cream 说不定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OK 那糖尿病其实是蛮复杂的 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就吃糖精就好了 那吃糖精有没有用 糖精只是一个代替品 就说我喜欢我的咖啡里面很甜 那我用糖精拿拿支笔加糖好 那大家都说糖精糖精有害啊 那就像其他的药一样都有害啊 所以糖精不是拿来治疗糖尿病的 糖尿病是一个取代物 那糖精不是好东西 我想大家都同意的 糖精不是好东西 但是为什么还有糖精呢 因为糖精比糖好 糖精比糖安全 所以反过来说糖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那有人就会抗议 会问问题 对了大家如果问题的话 可以就是type the name 可以送过来 或是我们到这个结束以后 我们就来有一些回答的地方 比如说你讲说糖是一个自然的食物 为什么你说自然的食物不好 那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我是台湾长大了 我都跟人家讲说 我们在台湾甘蔗是自然食物啊 你如果喜欢糖的话你就去啃甘蔗 而不是吃精炼的这糖 这样有没有道理 所以我这边顺便讲一下治疗糖尿病的一些药物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糖尿病前期 但是上个礼拜有一个人特别问我这些糖尿病的问题 所以我顺便一项讲这是药物 糖尿病的治疗就是你吃药把你的血糖降低 那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血糖低那这些糖跑去哪里 你血管里面的糖跑去哪里 刚才讲过了 多余的血糖就跑到我们的皮下变成脂肪 所以你有糖尿病你的糖高 那你现在给它吃药 它的糖就跑到你的身体上 所以糖尿病的治疗 常常越治越胖 因为你吃进来的东西 你用insulin把它 胖不到你的皮下脂肪 那你当然是越吃越胖 所以糖尿病 常常我们开的药 大家都说糖尿病的药不能吃 不能吃越吃越胖 这个是以前 现在我们有很多新药 比如说metformin 这个是我们护肠科常用的药 因为月经不顺 不运症 不运症 我们都用metformin 这个不只是降血糖 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那insulin 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insulin 就是我们身体把糖 pump到组织里面去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新药 这些新药不会让人家 夸胖 如果你要去找你的医生 这个新药有打针的 有口服的 但是这个是比较贵 但是现在也已经没有那么贵了 所以有糖尿病的话 饮食运动 不要怕用药 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用的药 是什么样的目的 而不是说你又不运动 你又不注重你的饮食 你还是吃很多糖 那你用药来降糖的话 你只是就会越胖 但是药有好处 因为我们证明可以延缓你肾衰竭 延缓心脏病 这些都有 所以不要怕药 OK 顺便讲一下我们光颜色 还有我们很注重的就是癌症的预防 比如说在我们的门诊 我们有检验 逼肝 吸肝 所以我们光颜色是非常注重预防 那大家也知道癌症永远都是三大死因之一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注意 那我们光颜色也做乳房摄影 这也是防癌的一个步骤 那癌症的发生跟遗传症有关系 跟年纪有关系 有一些致癌物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样 有疫苗可以预防癌症 这么好 打疫苗就可以预防癌症 是的 有两个疫苗可以预防癌症 第一个 B肝 我们现在小孩子生出世以后 我们就给他打B肝的疫苗 B肝 没有B肝就不会肝硬化 就不会肝癌 这个是我们台湾或是东南亚很常见的一个癌症 所以跟B肝有关系 第二个疫苗HPV HPV就是子宫颈癌造成子宫颈癌的一个病毒 也是有疫苗 一般是在13岁以后我们就开始打 因为在美国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性行为 所以我们是13岁以后开始打 但是如果你都没有被 没有打过的话 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尤其你有新的男朋友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注意 那 防癌当然我们要一个干净的环境 那更重要的话 癌前期的筛检 刚才我们讲到糖尿病前期 癌也一样有 癌前期就是还不是癌的时候 就去检查 那我们把它除掉 那我们就不会有癌 最简单的例子 像我的年纪的话 我应该看了医生 我脸上有一些斑点 有一些就是皮肤癌 那你把它烧掉以后 你就不会有皮肤癌 当然我们做子公颈抹片的时候 我们所针对的也不是癌 我们注重的就是 刚才我们讲这个HPV 一个病变 如果把这个病变烧掉 我们就减少了一个 子公颈癌的机会 另外一个 大肠镜 或是结肠镜 我们光颜色 只是做大便检查 但是大便检查 不是那么有效 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吃猪血糕 韭菜猪虹 那或是有其他的原因 有痣瘡或什么 那个我们吃比较深的肉 我们做大便检查 就会阳性 阳性以后 就还是去做大肠镜 所以大肠镜是最重要 如果干净的话 十年做一次 我们把癌前期就是pollip 就是息肉拿掉 让他没有机会转变成癌症 那癌症当然是越早治疗越好 越早发现越好 我们做乳房摄影的话 就是要去检查出第一期的乳癌 那时候很简单 我们现在美国大部分时间 都不需要把乳房拿掉 而只是要把那一小块挖掉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癌症的观念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癌症现在治疗的成效不错了 所以癌症往往就变成一个慢性病 就是说你 我以前常常开业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报告进来说有癌症 第一件事情叫他进来我跟他谈 每一次我跟他谈的时候 都要安慰他 因为当你被诊断 有癌症的话 你就会很紧张很紧张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是的你有癌症 但是这个癌症 你不会因为这个癌症死掉 你可能因为中风心脏病死掉的机会比较大 你这个癌症 就是说癌症现在已经都可以慢慢都可以控制 我们有很多年 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定要照常 把它当作一个慢性病来处理 而不是说我有癌症我就完蛋了 大家有要这种心理上的健康 OK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在这个中间 我们介绍了很多我们光源健康中心的所做的事情 我们就是预防三高预防癌症 当然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在这个美国这么贵的地方 很难没有保险的人需要 因为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 你有心脏病你有中风 我们能够帮忙的地方很小 但是我们可以帮忙你预防 我们诊所可以抽血检查三高 我们有做各式各样的预防 OK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光源社所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是要取代你所有的保险 你的平常 你所看的医生 其他就是有一些 健康很重要的东西 不是只有疾病而已 我们生活习惯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老人家怕跌 因为一跌以后就有很多不同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主要是生活上就有发生 种种的问题又造成恶性循环 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 我们还要留下时间做这个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Q&A 所以谢谢大家 那现在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大家提出来